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俄罗斯反恐大片 《生死22分钟》 苏马里海盗单敢劫持俄罗斯游轮 那么他们的下场如何呢 战斗民族毫不含糊 在不用枪的情况下 只用了22分钟就成功救下游轮 即便是俘虏们都被放走 也会一个鬼类直接都炸飞上天 这就是俄罗斯反恐 只要你敢对我动手 我就让你死无嗓声之地 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 这期事件到底有多残暴 亚尼丁湾海域一艘俄罗斯游轮正在航行 船长看到声纳中显示 附近海域存在不少危险的暗礁正要躲避 却突然发现不少不明小艇在靠近 海盗们驾驶老旧的渔船和快艇靠近游轮 随后发射炮栏登上了游轮 船长凭借多年经验 判断他们一定是遭遇了海盗 于是立刻下令冥想警报并停止航行 将船员们都下到底舱中躲避 由于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 世界各国都组织了海军来护航 俄罗斯也派出了战舰科洛夫号 但在漫长的航行中 俄罗斯海军的官兵们也都十分浮躁 突然间警报响起了 俄罗斯海军获知了游轮造劫的事 立刻派陆战队员 趁着夜色乘小艇接近游轮 因为游轮上有1亿5000万公升的原油 他们必须偷偷的上船 打枪的不要 突然间敌人用探找灯发现了他们 德斯卡驻机枪和PKM机枪的子弹 如暴雨般向他们倾泻 激连的扫射中 俄军士兵有一人被射伤 又有几人因为巨大的海浪而不慎落水 虽然俄军拼死救上其他几人并撤退 但不幸的是 一名士兵亚历山大沉浸了水底 初次的救援行动就受伤一人失踪一人 海军高层意识到了 此事非同消壳 下令不但要解救游轮 光是要派直升机全力搜查 失踪士兵亚历山大的下落 所幸亚历山大因为及时打开了救生衣 才没被淹死 私下都没有船只 他只能拼命游泳 终于他发现了一艘游船 于是兴奋的大叫起来 游船靠近他以后 抛下绳子成功救下了他 只能他以为自己逃出升天的时候 定眼一看 船上的人都合将实弹 当场嚼了他的蟹 他上了贼船 而俄军派出直升机 在游轮附近海域搜查 却只能确定游轮的防卫 没能找到亚历山大的踪迹 海盗们把亚历山大押回游轮 他们的头目刀巴连 立刻带着他去劝降在底舱的船员们 亚历山大故意用俄语与船长交谈 告知了他自己是克洛夫号的陆战队员 又从船长处得知 一名船员没能撤到底舱 刀巴连不准他用俄语 而是讲英语 但船长拒不投降 还说 船上满是缘油 如果开枪 所有人都一起死 刀巴连虽想俄罗斯方面敲诈2000万美元 否则他就杀掉亚历山大和其他的船员们 俄罗斯情报局的女探员 突妞妞对刀巴连表示 邮轮位于公海 您这么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而且我们绝不与罪犯做交易 但是刀巴连不管 如果两天内再不送钱熟人 那就准备好足够多的裹尸袋 你们将看不到胜利纪念日那天的太阳 居然感恩俄罗斯人 这些海盗们竟敢如此之嚣张 而那个吊队的船员被海盗们发现并带了过来 随后刀巴连当着亚历山大的面 一刀将那个船员割喉 狂的一批 你不是说过不能用枪的吗 最后 海盗们将船员的尸体抛下船 科罗夫号发现这一情况自然是知道了 他们是想杀鸡姓猴 但对于俄罗斯人而言 跟他们是没有谈判余地的 抵仓的船员们 把身上带着的食物和药品等集中起来 淡水所剩无极 唯一可以喝的就一瓶福特加 没人顶多只能喝三口 就在这时 刀巴连又压着亚历山大过来 亚历山大用俄语告诉他们 绝不能投降 因为敌人不会守信用 叫他们再坚持到援军过来 自己会拖延时间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俄军得知了 刀巴连是一个拥有美国和意大利双重国际的 索马里一军阀 此人在索马里无恶不作 尔加认为 海盗们拿不到赎金会自己走人的 因为前段时间 美国人与荷兰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长官决定 亲自联络科罗夫号的特种部队队长 哈拉索夫 要求他们必须在两天内制定好营救计划 邮轮上的海盗们将船用的私人物品都洗劫以空 然后聚在一起吃饭 亚历山大问一个穿着巴西队服的海盗 能不能给他一柄叉子 这个海盗直接拔出自己在瑞士刀上的残杀 给了他 他叫卡拉什 因为在非洲 很多人都会给孩子起AK47的名字 就在这时 卡拉索夫接过了海盗的鼓起船 将海盗们赖以生存的卡特叶和淡水都扔进了海里 这番举动触怒了刀巴连 当即把刀子递在亚历山大的喉咙上 队员们确认了亚历山大在他们手上 他又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把那些卡特叶都捡回来 以防止他杀害亚历山大 刀巴连已放开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就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溜走了 俄军便继续留在游轮附近 打算接应亚历山大 同时与刀巴连谈判来拖延时间 但是 刀巴连坚持没钱免提 卓巴叫人一发火箭灯过去威胁 而亚历山大在逃跑途中 不声被其他巡逻的海盗发现 就在他即将跳下游轮的那一刹那 海盗们抓住了他的腿 死死的把他拉了回来 出此营救 宣告失败 刀巴连逼迫亚历山大 再不能劝枪船员 就立刻杀了他 而在底舱中 快被渴死的船员们出现了内户 有几人试图打开舱门投降 但被反对投降的船长等人所控制 眼见船员们誓死不详 而又不能用手雷炸掉舱门 刀巴连下令将底舱的通风口都关上 试图逼他们出来 随后他又下令 天黑以后在船上安置炸药来炸毁游轮 他的一个手下反对说 兄弟们都想赚钱 这么做他们都会死 但冷血的刀巴连表示 就是不能让兄弟们知道这些 黄昏时分 卡拉索夫等人回到舰上 一边掳猫一边确定好了 他们看到的游轮上的情况 并毁出平面图 同时他们决定再相信亚历山大一回 深夜 海盗们安置好炸弹 而亚历山大趁着卡拉什睡熟 偷偷挣脱了绳子 穿好救生衣和游泳圈 用偷来的信号棒 向对面的战舰发送信号 塔拉索夫看到亚历山大在发信号 当即交另一位队员墓碑用探照灯 以莫尔斯电码的方式告诉亚历山大 8号早上6点进攻 在此之前 叫他做好内应 以分散海盗们的注意力 第二天早上 海盗们还来肥扬 而卡拉斯拿着一本英俄词典 一边学习 一边与亚历山大攀谈了起来 原来 卡拉斯崇拜美国黑人 说唱歌手图帕克 但是他们的叫法 严厉禁止音乐 所以他并不敢唱歌 而此时 塔拉索夫制定好了营救计划 所有的队员们都潜入进海底 然后发射抛揽登上游轮 在只用匕首的情况下 迅速将敌人解决掉 为此 他们在舰上清水兵们 扮演海盗来进行预言 但是在练习中 还是有一个水兵 发现了墓碑他们 大伙都累坏了 可是训练不但没成功 还花了31分钟 塔拉索夫很不满意这个结果 刘香墓碑等人 眼力训斥了一番 叫他们无论如何 都不准漏掉任何一个潜在的敌人 但是 战舰和游轮的构造 能一样吗 亚历山大经过卡拉斯的允许 去厨房取了一桶水 但他把水从通牧口处 扔进了底舱 这让船员们终于喝上了水 卡拉斯虽然发现了 他把水偷偷给了船员们 但毕竟亚历山大 也知道他偷学音乐的把柄 于是 他便和亚历山大做了交易 亚历山大不想刀疤脸泄密 而自己 则是默许亚历山大 送食物和水给船员们 塔拉索夫召集队员们 说明了本次的行动计划 而与此同时 船上的海盗们开始了礼拜 突然刀疤脸看到 海盗们的厨师奥马尔喝醉了酒 叫法规定进去喝酒 刀疤脸居然残无人道的 用绳子把奥马尔掉进水里 而海盗们却纷纷 拿他的生死做赌博 泡在海里的奥马尔 看到有鲨鱼过来后 才行了酒 无论他怎么哀求都无济于事 等到刀疤脸下令 把他拉上了以后 他的下半身都被鲨鱼咬掉了 卡拉什对奥马尔的死 十分痛心 奥马尔是他的哥哥 兄弟俩只是为了赚钱 才加入刀疤脸的 但上了贼船还想下去 从此 哥哥便一直偷偷借酒消愁 这一次他发誓 要为哥哥报仇 此时 俄军陆战队员们 也都准备完毕 计划夫小时分 突袭邮轮 而卡拉什想偷偷放走亚历山大 但亚历山大坚持留在船上 叫卡拉什先走 去报告俄军 卡拉什最终决定也留下来 帮亚历山大索内应 他宁愿自己 对俄罗斯的监狱 也要移民俄罗斯 清晨 卡拉什支开船长室的海盗 并缩好门 然后将自己的唱片 接上了广播 而底舱的铁门 也即将被焊开 亚历山大被压到船头处决 连行前 亚历山大要求抽烟 船上突然响起了嘻哈音乐 卡拉什在驾驶室 对俄军连发三枚绿色信号弹 在船下的特征队员们 心领神会 发射炮篮登上邮轮 所有卡拉什便用广播书 我是主播卡拉什 欢迎收听AK47号电台 然后他唱起字编的歌词 怒马刀巴连 海盗们闯进了驾驶室 却遭到了卡拉什的扫射 船长已停这般 决心也要帮助大家 下令开启邮轮 而在水底的队员们 游的还没有及时爬上来 引擎却又启动了 幸好其他的队员们 死死拉回了队游 这才避免了被螺旋奖夜 销成肉酱的命对 刀巴连命令手下 撬开铁门 自己亲自去收拾卡拉什 队员们也成功潜入进来 随后墓碑率领队员们 只用匕首摸到敌人背后 一意击杀 亚历山大则是闯入底桑 结果一掉窍门的两个海盗 救出了船员们 此刻的船员们 早已忘记了自己的人质身份 抄家伙就要与俄罗斯特种部队 并肩作战 刀巴连来到驾驶室 命令卡拉什开门 结果卡拉什回答他的 只是子弹 卡拉什怒使刀巴连这种人渣 应该被狗咬死 被激怒的刀巴连 立刻招呼手下后退 决定用手榴弹炸回铁门 素兴的是 手榴弹没有引发大爆炸 但卡拉什却被炸得听力受损 他用广播最后说到 自己已经尽力了 随后刀巴连进来胁迫卡拉什 卡拉什刚想开枪 不了他没子弹了 而刀巴连也拔出了刀子 队员们以挤肥刀干掉机枪手 但游轮也在此时触跤 巨大的制动 让甲板上对峙的海盗和船员们 全部摔倒 海盗们不敢胡乱开枪 船员们扑上来 与海盗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亚历山道看到刀巴连从主控室出来 而且一手持刀 一手拿着遥控器 他似乎是知道了 卡拉什已经遭到了不测 而海盗们也在船上安置了炸弹 当即爬了上去 刀巴连就要手下阻止卡拉什 而自己又要面对一个爬上来的特征队员 墓碑和其他人 紧没手中的匕首又刺又砍 无声地扩开每一个海盗的喉咙和胸膛 刀巴连也在一对一当中 身体被落出划伤 而甲板上的战斗中 俄罗斯人尽显优势 但仍有两名船员不省牺牲 而另一边 亚历山大被那个海盗所抓住 试图掐死他 但亚历山大最终成功挣脱 两人并锁链继续打成一团 邮轮再次触敲 所有人又一次不受控制的摔倒 所有凶的是 这一次邮轮被暗角卡住 总算是停了下来 队员和船员们接连巧妙地杀死数名海盗 刚有甚至还被他们直接扔下了船 而在上方的刀巴连 夺下了那名队员的匕首 便是双刀继续与之搏斗 但这名队员夺过此击 一把拧断了他的胳膊 然后夺盗子划开了他的大腿 最终俄罗斯人完全控制了甲板 残余的海盗提抗不成 值得束手就擒 但是亚历山大他们的战斗仍未结束 亚历山大拼死爬到他们安放炸弹的位置 但被敌人追过来 用铁链撕死地勒住了脖子 而刀巴连最终不敌队员们 炸弹没有被引爆 但亚历山大的手 也被雷管炸得鲜血之流 几名队员立刻脱困 打倒那个海盗救下了亚历山大 最后一个海盗 一见到两名队员持刀冲过来 当场被吓风到 跳海为杀了 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天是5月8日 刚好是胜利纪念日 从队员们登船到完全控制邮轮 先后只用了22分钟 而且这还是全程都只用刀子 没有用枪的情况下 船员们纷纷开始救治伤折 而亚历山大成了本次行动中的大英雄 但亚历山大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朋友 他立刻赶过去 查看卡拉什的伤势 怎奈卡拉什已经没救了 因此前 他把自己的那盘说场录音 给了亚历山大作为永远的纪念 最后大家收敛了两名死者的遗体 并进行了祷告 而亚历山大最终走到卡拉什的遗体前 将自己的手表戴在了他的手臂上 虽然俄军俘虏了 包括刀巴脸赛内的很多海盗 但是国际法没有针对海盗的法律 如果滥杀他们会影响到国家的声誉 因此 海军不下令放走他们 不过亚历山大不这样想 他势必要被卡拉什和另外三名 被海盗杀害的俄罗斯人报仇 于是 在放走海盗之前 他悄悄将一颗手榴弹 藏进了海盗的水桶里 俄军正叫骂 为什么放走这些海盗 而海盗们撑上消停 一个个笑嘻嘻的 刀巴脸打开水桶 想要喝水 不料 俄军突然从雷达上 发现了海盗们的消停不见了 不过 他们并不在意 只要海盗们都被放走了 死不死都与他们无关了 电影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这就是电影 生死22分钟的故事 关注我 带您看更多经典电影